最后这个地方我们就是做一个 BMI 的 form 对不对 所以最后把它 run 完之后 大概改了几个地方 就是会多一个 BMI form 出来 按照顺序好了 1 一定要是 BMI form OK BMI form 其实你可以把 ADD form 拿来改 OK 只是说你要把它美化一下的话 你自己再加一点东西 反正基本的样式是这样 你可以把它当样板拿来改 OK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 views 里面的话就是跟他讲说将来如果 这个 UIL 如果指向到我的话 那我就帮你把这一个 template 把它秀出来 大概是那后面不用 locals 不过你到后面你要不要加 locals 其实没有意义 因为你这个 locals 指的就是你目前 这个 function 里面有的区域变数 local 就是区域变数 你帮我全部带过去 意思就是说打包 顺便除了带 template 之外的话 也顺便把资料带过来 OK 因为前面这边有 因为这个是有变数 有没有 把这个后面前面有 BMI S IMG 这三个顺便帮我丢给他 那你可以写 如果没有你写也不会错啦 只是说写的等于多余的 OK 大概是这样的原理原则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怎么知道 查一下就知道了 而且写来写 你写久了大概就这样 不管你写什么东西 你写 app 也是一样 App 里面蛮多都 MVC 就是给 data 给他一个 view 给他一个 sea controller 用什么去控制 大概就这样 那那个 Jungle 的话 他有一个原理原理叫 MTV 他比较不追寻 MVC 他又有一个自己弄一个 MTV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自己再查一下他们观光的说法 所以我们做完之后的话 大概就讲这样 就是我把它先弄起来 弄起来之后的话 基本上后面再加一个所谓的缝 应该就OK了 基本上我就把这一串 OK 然后丢到我们的网页上 让他弄一下 应该没有东西 不过你会发现他会列出 你现在有的 UI 然后把这个 form 丢过来到这边 把它贴上应该OK 当然未来如果你不希望 他出现这个错误讯息的话 你就加一个 debug 等于 force 就好了 那个 setting 里面有 然后他就出现了 OK 身高输入一下 体重输入一下 然后提交一下 OK 如果看到结果如果正确 那就OK 标准 OK 然后一样他会把那个 BMI Action 就丢给他 只要你没有指向错误的话 我觉得好像还蛮 OK 没有问题 所以今天基本上我们就 把这一题讲完 我刚刚也有把那个 给大家看完 我看完